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天发生的爆炸事件感到担忧 呼吁该地区各方保持冷静 并直指这起事件是为德河沿岸地区的安全局势紧张制造借口 德涅斯特河左岸地区目前被事实上独立的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控制 该地区同时还处有和军 恶星报报道称 德左共和国领导人瓦迪姆·克拉斯诺谢利斯基宣布 由于德德河左岸地区发生了一系列爆炸事件 该地区实施红色级别恐怖主义威胁警戒 金融时报等外媒注意到 俄罗斯中部军区副司令鲁斯塔姆·明涅卡耶夫曾表示 俄军计划在特别行动第二阶段全面控制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和乌克兰南部 他强调行动必须取得成功 所有预设任务都将会完成 其中 俄军计划一方面控制顿巴斯地区 以建立一条通往克里米亚的地面走廊 另一方面控制乌克兰南部 以使俄军拥有一个在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的出口 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是摩尔多瓦实际分离出去的一个俄语人口地区 与乌克兰接壤 俄方称 南里讲俄语的人口正受到压迫 而乌方则担心南里可能会被用作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新攻击的平台 摩尔多瓦曾是苏联加盟共和国之一 德涅斯特河流进摩尔多瓦东部地区 德涅斯特河沿岸是位于该地区的一条狭长地带 1990年9月 俄罗斯族人聚居的德河左岸地区 成立了至今未得到任何联合国成员国承认的 德涅斯特河沿岸摩尔达维亚共和国 此后德左共和国与摩尔多瓦共和国政府发生冲突 苏联武装力量第14军接触了当地武装冲突 时至今日 那里还有俄军维和部队驻守 此前乌克兰总统茨连斯基在22日晚期时候的一次讲话中 再度呼吁西方国家对乌提供更多武器援助和支持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只是一个开始 之后他们想占领其他国家 在讲话中 泽连斯基甚至用恐吓的口吻渲染道 一旦俄军的进攻态势压倒在乌东部和乌南部抵抗的乌军 俄罗斯将会把目光投向其他欧洲国家 实则是在暗示摩尔多瓦会成为俄罗斯的下一个入侵目标